一年一度的国际清晨杯羽球赛 已经迈入第36年 能够从一个民间发起的小比赛 延伸到现在的国际性赛事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中华民国羽球发展协会会长 也就是清晨杯的创办人吴文达先生 在他的努力之下 清晨杯的赛事越办越盛大 报名参与的国家 以及人数一届比一届踊跃 而这一次的比赛 除了国手之外的选手 最受到瞩目的 就是高龄93岁的 羽潭长居住黄鹏生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 就喜欢打运动 可是 有运动 所以我就不停 每天都要动 每天都打 无论在国内 国外 我都是打羽毛球 早晨 在国内是早晨 在国外是晚上 早晨晚上都是在那个时间 打球 我都是打球 所以 我的快乐就是在 打球场 这就是我的快乐 由于雨球是一项相当激烈的运动 常跟黄爷爷一起运动的球友也表示 只要能站在球场上回拍 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当然这个比不上普通一般人的那么有那个力气 跑也跑不动 只不过就它是靠着这个爱好这个羽毛球的这个心情之下 每天就是不放弃来动它而已 但黄爷爷开心的表情可以感受到他对雨球运动的执着以及喜爱 相信这一股热情绝对是爱好雨球运动民众的最佳典范 回来体育新闻 乡心昌千惠成专题报道 漂亮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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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届清晨杯及第3届世界壮年雨球锦标赛 20号起将的台北市立体育馆热闹登场 主播单位中华民国雨球协会和雨球发展协会 特别邀请了退出演艺圈多年的女星周单位 代言员并和大家一起分享参与雨球运动的心得 你会有一种要追的感觉你知道吗 当你在看到别人在杀球 人家怎么可以杀得这么好 人家怎么可以这么样灵活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些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锻炼自己的身手的绞结跟灵活 那你的动作灵活的其实思想上面来讲 你在思考很多事情方面来讲 就会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游民街初前出力所举办的清晨杯 已经堂堂迈入了第36个年头 今年攻击有来自13个国家 1520位选手到你参加 在赛事规模和参赛的人数都是盛况空前 其他羽毛球运动的朋友们 可以从20号开始到台北体育馆 欣赏国内外好手贵阵的高学准宇球赛事 回来提新闻 萧欣赏王的新台北报导 我会死了 篮球场上看见三对三不稀奇 羽球也有三对三那可就没听过了吧 第36届青城杯的其中一个组别 就叫做三批组 也就是三对三的羽毛球赛 比赛规则股民思议 就是要一对三个人 而这一个特别的比赛 是由中华民国羽球发展贤会会长吴文达 专门为年过60岁以上的参赛者 所量身定做的哦 因为本人已经打了四十年 可是到处他们都讲 我们年纪大了 不打了不打了 有这样他们的过想 所以本人想起了 那这样子三个人来打很轻松 所以这样来鼓励大家来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 假如没有得奖 我们有对高级球败赏给他 今年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很多人都来参与这一项运动 观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 小小的羽球场里面要几下三个人 要怎么打球啊 会不会有可能三个人不小心撞在一起 或者是拍子打到人呢 其实这样的状况在比赛当中不常见 因为三批的规则很简单 站位也有一定的限制 两个人站在前面 一个人站在后面 前面的负责发球 而后面的不但是要三个人里面最年轻 或者是活动力最好的 而且只能接球不能发球 三对三羽毛球赛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哦 报名参赛的选手必须三个人加起来超过两百岁 而这样子的画面还真是不常见 三对三羽球赛已经进入第二届 由于比赛轻松又不是竞争性 因此非常受到欢迎 喜爱羽球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不妨试试看 这一个特别又有趣的运动 文在体育新闻 肖金昌 前伟辰 专题报导 第36届清晨杯 20号期在台北市展开为期三天的赛事 包含我国在内一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其1525名选手参赛 场面相当盛大 第一天最受到瞩目的是台湾自创的三批组 也就是与球三对三 由于这样的比赛形态在亚洲比较盛行 因此只有台湾 香港以及日本的选手参加 而一旁的欧美球员可是看傻而言 我从来自从来自从来自三对三 本阶赛是一年零分组 而来自日本韩国的球员实力不差 是问鼎冠军的日文球队 而这一项比赛将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天 国内体育新闻 周光耀 前伟辰 台北报导 2007年清晨被45岁父子女双打的冠军阵 跟去年的绝岁对阵戏码一模一样 流传的蓝白色系球衣的张文松父子 面对蔡志成父子 只要比赛张文松张维豪一路领先 尽管比赛的中段张维豪出现失误 张文松都会马上提醒儿子该注意的地方 打出精彩好球的时候父子俩还会以球拍 琴拍对方相互打气 结果张氏父子就是以21比11获胜暴走冠军 今天这一场我特地跟我们张维豪讲说 打球一定要 这一场一定要好好打 不可能说哪个家族还打出对方 所以这一场我们就很谨慎地打 因为他以前成绩这么好 那我现在还没打出来 所以理所当然是会觉得说 那个压力很大 清晨被打出佳击 也让张文松对于下周开打的第三届 世界壮严与球赛更加有信心 未来体育新闻消息庄领会特别报道 清晨被进入倒数第二天 许多组别都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决赛 虽然画面上这些选手都不是与球专项出身 但是比起赛来气势也是吓吓叫 今天场上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公开组的比赛 因为公开组的参赛选手每一个都大有来头 不是退休的国手就是甲组退下来的猛将 前中华语球国家队的教练刘文宏也是参赛选手之一 他的对手张文松则是过去称霸雨潭的男单好手 从两个人激烈的对战来看似乎都有备而来 往前小球跳杀都还保有相当的水准 经过一番拼斗最后比较年轻的刘文宏挤高一筹 以15比1015比7直落二拿下胜利 清晨被将在隔天进行最后一天的赛事 而所有组别的成绩届时也将会出炉 我来体育新闻黄一郎千伟辰台北报道 今集的时间 continues 也跟我来体育重 中秋白小的营龍然三 Pho 长城城 ,'我待在这儿 根据işشر 他aps 他说 他拥有 皇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